争取多年的寿风箱共和部落聚会所兴建工程 21号举行动土典礼 这是寿风箱第一座部落聚会所兴建案 原民会的副主委中心华 还有立委政天才、布昆旗 还有县政府原民处的处长陈建春 极多的县议员都到场表达祝福 历经21年时间 三任头目争取多年的寿风箱共和部落聚会所兴建工程 21号上午正式举行动土典礼 共和村部落头目蒋永龙带领族人 遵循古礼动土典礼上进行祭祀祈福 这也是寿风箱第一座部落聚会所兴建案 第一座动土顺利 开地平安动土顺利而为鼎心 花莲县政府很认真的提报了 很多原住民部落的所谓的聚会所 总共有30处 可是寿风箱就特别 30处里面有12个地方是在寿风箱 共和聚会所是第一个聚会所来开工地理 也经过差不多将近三年的时间 大家尤其是立委中央 还有我们地方的协助 能够把这个计划能够完全的推动 经过21年的努力 部落聚会所尘埃落地 在场的贵宾有感而发 我们寿风能爱部落聚会所是算是很复杂的 涉及到经济部水利署的第九河川局 也涉及到国产署 我以为只有这两个各级政府 还有我们的县政府 还有各处 县政府还有各处都有关系 然后还有这个乡公总 当然还有我们的议员跟代表的一个支持 我们共同的努力 209个部落 没有聚会所的 统统要来完成 那也希望新华在人民会 给我们大力的支持 虽然是用华联先政府的额度 但是呢 也请你们能够大力的来支持 让我们原商部落的文化 能够代代传承 共和部落聚会所新建的经费 由原住民委员会核定 1781万元 中央补助1603万 公所配合178万元 以及代表会支持预算执行 工程预计110年底开工 预计111年下半年度完工启用 到时候 共和部落就可以有属于 自己部落的聚会空间 方便族人在传统祭仪 以及庆典活动使用 记者刘明胜 寿风箱采访报道